大家好 今天阿網立報就是要辣境內外反中亂港勢力狼狽為奸 為了打擊中國崛起反對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各位 這個反中亂港勢力用各種不成理由的理由 用雙重標準反對人大為香港設立港版國安法 大家看看以美國為首的亂港反中勢力 竟然由國務卿蓬佩奧為首就說要譴責中國 要制裁中國 過氣港督彭定康還不甘心自己已經離開政治舞台二十多年 竟然在國際上找二百多個所謂的政要政客聯署 來去反對港版國安法 還說提出要在七國的高峰會上面提出這個議程 至於香港的反中亂港的分子以黎智英為首 竟然在《蘋果日報》頭版全版發動一人一信 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 真的不欲罵他都不令到大家無骨悚然 竟然說特朗普是港人救世主 要美國去出手 而這個新生代漢奸黃之鋒 竟然說要搞國際戰線來呼籲外國、美國制裁中國 插手香港 真是令人覺得喜有此理 兼提笑皆非 為甚麼這樣說 美國說要制裁中國、制裁香港 大家知不知道美國有關的國安法 有成二十條那麼多 最辣的抵觸了這些法例 要判死刑 黎智英、黃之鋒之流 民主黨、公民黨這些政客 其實是雙重標準的政治騙子 老實說 我們都被這些政治騙子的政客害得很慘了 回歸23年 我們的國安法立不到立不成 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 就是沒有在這裡防盜閘 喂!現在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的境內 在香港整個防盜門、防盜閘 關你美國屁事嗎? 關你彭定康什麼差事嗎? 你為甚麼干預我們整個防盜門呢? 那還不是強盜邏輯是什麼呢? 各位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種種原因 立法不成 令到我們香港不能自保 我們遭受到四大害 搞到我們香港雞毛鴨血 哪四大害? 分裂、顛覆、恐怖暴力和外國干預 不是剛剛 不是剛剛的事 是由去年六月到現在 我們每個香港市民都身受其害 身受其苦 第一大害分裂 從來香港二十幾年都沒有試過這一年 竟然公然是要叫香港獨立 香港成為一個國家 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之流 煽動了年輕人 舉著龍師旗、英國旗 最大量的就是美國旗 來公開把香港分離分裂 那些什麽本土主義 其實就是現代的分裂主義 香港分裂了出去 香港還可以混 大家想想 香港如果沒有一個國家 我們將會怎樣? 就是這個分裂勢力 搞到香港互利彈套 雞毛鴨血、水深火熱 這個一大害 第二大害就是顛覆 大家看看 這個顛覆在立法會內和立法會外 會內外相互配合 搞政治攬炒、經濟攬炒、生活攬炒、暴力攬炒 一時和你失、一時和你升、一時和你去砌 還說現在不搞 沒得搞 5月24日剛剛過了的禮拜日 大家看看 這一年的暴亂暴動又再來了 即使新冠肺炎疫情解決 但是黑暴沒有解決 而這些恐怖的活動不斷地蔓延 顛覆是什麼意思? 就是戴耀廷所概括 十項真攬炒 你看看公民黨郭榮鏗 以及立法會的胡群狗黨 為了阻國歌法 內會被騎劫選舉主席都拉布超過七個月 他們說明 如果九月立法會超過過半數 35家 一切政府的議案 你都不用想 財政預算案 你都不用想 特首你要下台 他們就是要上台 這個還不是顛覆是什麼 第三大害 就是這個恐怖暴力 這個更慘 已經搞到香港沒有人來做生意了 沒有人來投資了 沒有遊客來了 那些恐怖暴力 分分鐘 商場街道 什麼都撥爛了 那些店舖放備放火 政見不對 林電郵 第四大害 就是外國干預 一清二楚 大家看到 美國 將香港作為它第五十一個州 民主黨 公民黨 那些政治人物的議員 多次去美國 尤其是以黎智英為首 講明要在香港為美國而戰 講明要美國插手 美國國際事務委員會 美國國際事務委員會 的民主協會 即是NDI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 長期不斷 用各種的渠道 然後派黑錢 收買這些 反中亂港的 漢奸走狗 賣國賊 這四大害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自己搞不定 立不到國家安全法 現在 逼到北京 逼到中央政府 看到香港 這一年的黑色暴亂 分裂勢力 香港獨立 這些政治主張 無日無知 被迫 拿把上方寶劍出來 為我們斬繞除魔 為我們除死害 幫我們除死害 有甚麼不好 我們平民老百姓 用甚麼怕 除死害 就為了保障我們 為了我們安全 為了我們的生活 為了我們有生意做 為我們可以馬照跑 舞照跳 為我們人人的民主自由 得到保障 有甚麼不好 各位 今年是庚子年 一百年前的庚子年 就是八國聯軍 欺負滿清政府腐敗無能 逼清廷簽喪權辱國條約 庚子賠款 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的國家 再不是可以任由外國帝國主義 在中國 在香港 橫行霸道 所以 人大 要制定 港版國安法 就是要外拒強權 反對霸權 只有這樣 才可以 立即 有利 信聰 結束這一年的黑色暴亂 和恐怖主義升金 這樣 我們香港 先可以 在克服疫情之後 重新上路 重新 將香港 我們這個家 建設好 我們先有口好吃 多謝各位